偷胎換骨 越來越年輕 身體越來越健康 才能給我們家的身體健康 對不對 你學的師父是常常中風 然後身體都不好 這種師父能夠給你什麼加持呢 所以這個師父 偷胎換骨 身體越來越健康 你跟他學習 你才能得到加持啊 你從這樣想你就知道了 如果一個師父他自己身體越來越不好 越來越老 越來越不行 你跟他學習能得到什麼加持 所以這不是普通的師父啊 完全是越來越年輕的人 不是一般你想像那種師父 這位師父幾歲啊 貴庚 幾歲啊 現在幾歲 清楚啦 應該年紀不小 但是他越來越年輕 我們每次見他 他都越來越年輕 就看了越來越年輕 你知道嗎 身體越來越年輕 他現在不吃藥 師父不吃藥 知道嗎 那你要拜師是不是這種師父 這樣可以加持你身體健康啊 讓你一切順利啊 那其實這種這件事情其實是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出來 因為我們當弟子 師父他本身他絕對付藥 他不需要啦 他已經成就了 他不需要這些東西啦 你頭好說他不好 他沒有關係 我們弟子有關係啊 我們的師父像我們的父親一樣啊 父親給他送人這樣 我們不應該出來嗎 也不只這樣啊 謝謝 因為我們很擔心 很多人看了公司這種錯誤的訊息 對他們本身來講也是照顧的 他能夠撤下 就對他們是有幫助的 因為他們整個來講 我了解過 這個是他們邀導神導的 這不是像你們自己就是說 還有一些聯論廣場自己投稿 所以我對於現在這樣的公司的作業 我是非常的不能了解 我們在跟他們溝通的過程裡面 今天我們是要講說信度跟確定 你都沒有正確 沒有信度 你為什麼要跟在那裡 很難讓人了解 不應該啦 抗議95天 抗議 9ubsi 沒有穩定 抗議 默約 抵их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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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公道 主持公道 请逛江峡